28. 上海證券報 險資報局勸商會攤股與業股載獲機構追捧 2015年7月14日數據圖表11高毅上週次經歷過山車行程 在日跌幅創出新低喉竹底反彈 港股州線累跌於1162點,連續四週收跌,累跌達8.7% 然而次日成交雅繼續回升 上週有三個交易日成交額飆升至2000億以上 市場分析人士認為,撤放量下跌後期穩反彈 提前足底也越是著港股張營來拐點 在市場連續波動調整的市況下,海外資金已草言流入 據資金流向監測機構新興市場基金研究公司 發布,在截至7月8日的一週時間,期間測的 全球範圍的中國股票基金淨流入資金130億美元 主要流向A股ETF基金,同期全球股票基金淨流入資金254億美元 是自去年12月以來最大的單州至金淨流入額 此外,在港股上市的H股同樣受到海外機構的關注 根據港交所披露權益變動數據顯示 最近兩週的權益變動事項猛增至1984項 較前期大增553項 數據顯示,儘管希臘債務危機影響持續 不少板塊各股依然獲得了機構大行的增持 其中涉及商業零售、圈箱、煤炭、輿業、傳媒、 銀行保險、醫療等板塊 近期險之貧現港股市場,數據顯示 富邦金控以及富邦人壽保險Fubent Financial Holding Tour Fubent Life Insurance Co. 在7月7日場內斥股於1.43億港元增持廣發證券 H股993萬股,增持後持股於1.36億股 持股佔比8% 為居第一大股東 另外,富德生命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Fubent Financial Life Insurance Co. 於7月6日斥股2587萬港元增持619.8萬股中媒能源 增持後持股比例升至40.11% 繼續為居第一大股東 而富德生命人壽正是此前的生命人壽變更而來 生命人壽此番再度增持中媒能源將進一步強化控股權 此外,繼上其副達投資Fill Limited 增持與業股 數據顯示,美國私募基金 與鼎輝投資投資入股 現代木業1117,現代木業發布公告稱 將以四港元股向 與鼎輝定向發行近4.77億股 交易完成後 和鼎輝共同持股現代木業9%股權 加之此前副達投資增潛和牛羽業 可以看出外資正在羽業市場低迷資制展開收購 以分享未來政策和利息貨市與業股價值優勢 澳洲聯邦銀行Common Wealth Bank of Australia 在7月6日場內增持171萬股蒙牛羽業 增持後持股如1.57億股 持股比例升至8.03% 值得注意的是 落視網及假約停於7月6日場外增持1953.3萬股 北清傳媒1000H股 本持增持後持股至35.58% 並列第一大股東 本部研究員高毅